旁边有个小花园 园中有缘 池塘 甲山 小河 组成一幅成功美景 花园后面是陈婷婧女儿住的小姐院秀楼 在楼里有十三级台阶 因为女子十三岁就要上楼代驾规格 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下 她们只能在这深深庭院中任年华附流水 顺从命运的安排 这个亭堂小院叫管家院 古时无华的平房是管家的仆人住的 在房屋的背后有一个壁洞 犯错误的仆人就会被关到里面面壁撕过 因此也叫面壁洞 这是一片有着鲜明时代印记的建筑群 尊卑有分 上下有等 城内临次置笔的房屋顶中 唯有小姐院的房顶没有屋脊 显得圆顺平滑 是屋顶中等级最低的卷棚顶 说明女子应当柔顺 不应该带棱带脚